158信報《財經新聞》 跑藝人生 2015年7月10日經管智慧 B.十三年稱有繼李嘉輝學熱的天氣 並不能阻礙一群會計師每週練習藝行者的決心 雖然要到今年11月20日才舉行洛斯藝行者比賽 但早在4月18日已開始第一場的鍛鍊 足足早在超過半年前已開始練習 證明藝行者並不簡單 而且要參加環繞經過抽籤的過程 因為每年都有人數上限 加上藝行者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慈善行山項目 所以要參加也不容易 藝行精神奶管理要素藝行者是一項以四人一組 於48小時內完成全場100公里的麥理浩徑的籌款賽時 遊樂議會主辦 所以現稱為樂師藝行者 藝行者於1981年創辦 今年已是第34屆 最初是考驗英軍內力的一項籌款活動 士兵規定在24小時內完成長100公里的麥理浩徑 樂議會於1986年應邀合辦 並首次公開讓市民參加 當年參加隊數為100隊 有69隊軍人 31隊市民 在颱風深宵閘港下在山野暴行 最後由1市民隊獲得冠軍 時自去年參加隊數已達到5000隊 既得有一位四大的合夥人說過 他認為擔當合夥人 是很需要藝行者那份精神與藝力的 所以要成為合夥人 必先完成藝行者 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 及香港寬頻創辦人王維基也分享過他選擇 管理人才的要求 要完成一次藝行者 一個半馬拉松及每月月讀一本管理書籍 所以要當上王先生旗下的管理培訓生也絕不容易 我的一位朋友便經過這樣的經歷 當他大學畢業認證做管理培訓生時 也預計到擔此重任殊不容易 但他毫不畏懼 勇於接受挑戰 在他參加公司的外展訓練營時 縱視跑山跑道休克也照樣捱下去 那份憧憬、那份精神、那份意志 實在值得欣賞 那年,他也要完成半馬拉松比賽 平時也沒有聽聞過他有參加過場跑賽時 當我收到他傳來第一次完成半馬拉松比賽的訊息 真是值得高興 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 完成藝行者的也是被具意志 勇於接受挑戰並且擁有團隊精神 去年藝行者正正便是以藝行精神 就視伙伴同行為主題 因為在藝行的歷程中 又越過高峰、又越過低谷 是需要對有同行 彼此扶持的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與挑戰 四人都要共同面對 才能克服 就如在扶貧路上 樂儀會與貧窮人及伙伴攜手協力 但能發揮更大力量 共創無窮世界 在四大時的那些年 我們一班志同道合的同事變組隊代表公司參加藝行者 男子女子各一隊 我還記得那段艱苦的經歷 以及那份團隊精神的重要 當我罕至第二段的赤鏡時已跌傷了 因而落後 但捱到第二個檢查點時 其隊友的關心令我有一份堅持 這就是要完成比賽 是不能失去任何一個隊員的 診斷過傷勢後應可繼續 於是咬緊牙關繼續戰鬥 行到一半時才順利走下去 當然還要面對黑夜與疲累的煎熬 畢竟在末二段已經是進入了第二個黑夜 不過有其他同事伴行及打氣 最後還有幾分氣力快步衝線 團隊精神和毅力更重要起出望外的事 我們男女子隊包辦了會計組別官那軍 我們並不是特別行得快 但正在我們能夠全隊完成 那份團隊精神與毅力何其重要 後來也有和另外一群同事再參加藝行者 他們都是第一次參加 我行到第四段腳以痛不欲生 也是全靠隊友的支持與鼓勵 我們便能得已完成 後來我們原班人馬和其他同事 參加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香港分會所舉辦的 雖然我們贏不到 但我們獲頒最有團隊精神獎 這是我們意料之外 隊友分享獲得此獎比奪得冠軍更興奮 更有價值 相信團隊精神的感染力是相當大和重要的 除了行山 我們會計師也有參加一場跑比賽 相信不少會計師也有他們的跑藝人生 有退休的能更投入其跑藝人生 我們更建立了跑藝社WhatsApp群組 互相交流 去年,我參加了大大小小一共二十八場山菜與路菜 到今年剛好過了一半 也已參加了十八場比賽 現在劍指外地的全馬 一百公里 甚至是一百六十八公里的比賽 可謂是我的跑藝人生 在七月一日 我參加了本蕭雨雙尖雙咀自由行行山活動 由尖備咀走到尖沙咀 途中登大帽山頂及針山頂 其實我沒有想過由朗平站到錦上路暫時不需要搭西鐵 由麗芝各站到尖沙咀暫時不需要搭港鐵 路便是這樣行 這便是我的跑藝人生 現在到大學演講 也有分享這份跑藝人生的精神 也希望同學們能多做運動、平衝生活 跑當跑的路 李家輝號儘管智慧號年青有計跑藝人生 在旁邊 阿蘇